從來沒有將全部戴口罩的情況 睽違201天 高雄市長韓國瑜重回議事廳 市府官員防疫採棉花座 臨時會三天 被一天韓國瑜疫情專案報告 我們很自豪高雄市本土確診是零 高雄市政府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1月25號 全國率先提升為一級開設 我們比中央更早推廣 新禮貌運動 人與人距離一公尺 專案報告洋洋沙沙 四十七夜韓國瑜 花了快一小時唸完 但早在開議前 國民黨召開記者會 炮轟陳時中 李靖勇 這個防疫中心的指揮官 親自到基隆 親自到桃園 在昨天星期天所辦了使兵演練 但是我們卻看不到 中央有派任何等下 昨天中選會的主委李靖勇 他就親自南下高雄 指揮罷函的一些事宜 國民黨不滿 中央用疫情包裝政治打壓 李靖勇聯手霸函團體 違反行政中立 但這回臨時會指開放黨團 沒有個別議員質詢 綠營要求當場表決 反對的有33位 那我們那個個人發言10分鐘 就沒有通過 抽籤沒有抽到我們就認了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連個人的時間都沒有 陳時中有比韓國瑜更險嗎 立法院可以開 其他地方議會都可以開 只有高雄市議會最偉大 不用開會 民進黨不滿 犯藍利用人數優勢 閃割議員監督權 還沒開始質詢 藍綠大戰已經提前開打 記得拆窗及王書宏 S&M小組 高雄報導